位在台北市一家曾经获米其林推荐的海鲜餐厅 经报顾客疑似集体食物中毒 上个月底陆续有消费者用餐完出现腹泻的症状 老板怀疑疑似是招牌菜龙虾三明治受到污染 目前已经有至少30人受害 但究竟是哪个环节出问题 美式卫生局已经展开检验 海鲜餐厅老板表示会负责到底 开店营业前先盘点食材打理店面环境 这家海鲜餐厅未在台北市中山区 还曾获得米其林推荐 但日前却爆出疑似顾客集体食物中毒 从6月底开始陆续有不同批的消费者 到这家海鲜餐厅用餐 而餐点中都有食用到招牌菜龙虾三明治 结果前后约有30人用餐完出现了腹泻症状 疑似是食物中毒 其他的消费者没有吃到那个产品是没有状况的 所以我的评估是这个地方是有瑕疵 后面看怎么来陆续的调整 因为毕竟事情发生了 该负责的我们还是需要负责 餐厅老板表示 事发后他就停产了龙虾三明治 之后就没有接获消费者反应有腹泻的情形 但究竟是不是龙虾三明治里面的食材出现问题 而且是否为同一批龙虾出现卫生疑虑 都要等待检验结果 而台北市卫生局到现场查核后表示 餐厅共有八项缺失 包含食材未定高 未覆盖 工作人员未戴帽子 无体检资料等 以开立限期改善通知单 如果复查不合格 将依法处六万元以上罚还 另外也将病患跟餐厅环境的检体送宴 进行综合研判 可能来自病毒像龙虾病毒 或者说来自续菌 有些民众他抵抗力比较弱的 那万一说他除了急性肠胃炎 他可能也会有器官衰竭 夏天炎热 就怕生鲜时财不新鲜 或受到污染的几率提高 店家也得特别费心 这次请陈建国台北报道